首先关注的是火警消息 台南市新营区的中销路一处农药工厂 在上午六点多传出了火警 由于厂区内放置大量的有机溶剂 导致现场爆炸声响频传 还传出刺鼻的气味 在附近的慈激志工一发现之后 就立即启动了关怀 自动洒水器持续喷出强力水柱 秦城台南新营工业区 这间农药厂陷入火害 吓坏其他厂员工 因为也是他们也还没上班 早上六点应该是还没上班 来店对放什么 大家对放什么名字 农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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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一些资产 资产 那是村口吗 我们是工厂 现场是那个台联的农药的化学物品 它有一场还有二场 成品以及半成品 那到达现场的时候 一场已经全面燃烧 二场也已经延烧到 空拍画面 浓密黑烟只窜天际 仿佛黑色巨绒 令人胆战心惊 邻近工厂担心被波及 立即做出这个反应 电关掉了 电有关掉了 对 马上出动水线 那把隔壁的 那个另外一个畜牧场 把它防护下来 那我们现场也有出动 消防机器人 那到达现场来 做一个 阻隔降温的一个功效 满身自汗 一些毛巾让他们擦汗 志工物资后援 小心翼翼绕远路靠近 地上毛巾 送上关心 一早出勤 担心弟兄体力受不了 也贴心四处网罗 各式早点 爱的后盾即使不胃 而两个小时后 火势也完全扑灭 所幸无人 受伤受困 大约新闻台南 综合报导